我的英雄學員 WCF 第二彈 終於出來了 這種角色 David個人真的真心認為做成 WCF 都超適合 代理版的貼紙現在變成這種雷射貼 然後後面 這種代理商的注意貼紙 紅 我們這臉部表情的呈現算是非常不錯 尤其這邊傷疤的部分 王冠真的有做出來 眼睛的刻畫的這種生動感 可以看到他眼珠不一樣的塗裝 算是還蠻好看的 頭髮 就跟原作一樣 兩種顏色 冰與火 這個做工就是有點小瑕疵 那塗裝方面的話 倒是還蠻OK的 法斯倫並沒有給你很多 算是一種比較柔順 然後粗的 這樣一根一根 順眼下來 那戰鬥衣的方面 就是一個深色的藍色 那至於其他配件的塗裝 這樣其實可以看得到 金屬的這種光澤感有呈現出來 這邊的部分 做的算是有在水準以內 腰帶跟這些小配件 小配件倒是 點綴的算是非常好 這種金屬的感覺 質感有 那後半部的地方 這邊有移到一點點顏色 那下半身 褲子抓了一點皺褶 再加上 他這種靴子的地方 做的還算OK 看細節 800萬 我臉部表情其實 算是蠻像的 有把那種酷酷的 這種表情 完整的做出來 櫻桃小嘴 臉睫毛的部分 瞳孔的地方 還不錯 還有這種 超級長的瀏海 那頭髮的部分 其實 還原度還蠻高的 尤其是後面 這種整個 這種飄逸的樣子 頭髮做工 塗裝 都還蠻算OK的 上半身的衣服 他有穿跟沒穿 其實差別沒有大很多 這種衣服的 還原度 也是算相當高 那下面這邊 他最主要幾乎都是一個 露色的配色 那後面 地方 後面這種小配件 這比個人認為 倒是做的算是相當的不錯 然後鞋子 先紅色的 整個塗裝也不錯 看細節 像哲老師 非常有個性的 一個人物 全身上下的配色幾乎是黑的 除了他的能力 這繃帶這邊以外 臉部表情 超級無敵相 尤其是這種死魚眼 然後 胡渣 整個算是非常的傳神 頭髮做工 跟塗裝部分 也都算相當不錯 頭髮的還原度 非常的高 脖子 繃到這邊 也做得不錯 那整身的服裝黑色 就是 用一些皺褶感 然後上衣的部分 跟褲子 兩邊的黑色 其實沒有完全的一模一樣 有一點點差異性的色差 那可能是故意營造出來的 皮帶的部分 靴子 靴子的質感 有完整整的呈現出來 算是算相當不錯看 後面這種 褲子的抓皺感 也是一樣 很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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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部的這種 表情 其實是算還不錯 但 這隻的做工 尤其是上半部部分 似乎就沒有前幾次來的那麼好 然後眼睛周圍 藍色這邊的塗裝 是算還OK 那整個頭髮 呈現了這種質感 是不錯 是不錯 但這隻的做工 真的比前幾隻來講的話 就稍嫌差了一些 倒是閃電的這個塗裝 算是算相當不錯 那耳罩的部分 這做工就還好 那上半身 衣服 衣服是還蠻帥的 那塗裝方面可能就是 這邊就有點小瑕疵 跟左右是不太一樣 裡面的白色襯衫 都是呈現的相當不錯 然後手上 有這一個 做的也算還不差 後面的塗裝部分 算還可以接受 腰帶這邊 就是有點粗糙了 金色這邊 這種質感完全沒有呈現出來 下半身褲子 抓皺的部分 是還不錯 閃電這邊 有點墜出來 算是有小小的加分到 皮血的地方 算蠻OK的 很細節 算蠻OK的部分 幹血捷 iiiBs 不錯 像蠻OK的部分 是蠻OK的部分 用蠻OK的部分 所以方向蠻OK的部分 把蠻OK的圖片 牙幫你再一起 也整個幾乎就是黑的 然後這種前面的嘴巴 是黃色的部份 所以它的頭雕其實基本上來講 算是非常非常簡單可以做得很好 那眼珠是它 最為重要及點綴的地方 做的算是還原度非常的高 這種鳥頭 做的也是非常像 嘴巴的部份 還原度 真的算是有九成以上 脖子的部份那整個黑色披風 就運用了一些 皺褶感然後下半部 有這種你會覺得有點小飄逸的樣貌 所以它的皺褶幾乎是往左邊的部份 來跑 那靴子的部份 呈現的是另外一種黑色 這次的做工跟塗裝其實都算相當相當不錯 和細節 青山 這肚臍會發雷射光的 搞笑傢伙 服裝非常的浮誇就跟漫畫跟動畫一樣 臉部的表情這種資戀狂的樣貌 眼鏡這個 戴的這一個 道具真的算是 做的算相當不錯 那裡面眼珠非常非常大 頭髮做工 可以看到做工有一些小缺失 塗裝倒是還ok 哇整身這種 金屬盔甲感 呈現出來的質感 算相當的棒 旁邊這一種 塗裝都算相當的不錯 還有 披風的樣貌 整體的這種金屬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和細節 準備好 在一起 雷尾 還有 這是 有 吸 有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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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他都不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